汐止区金融里的黄金自收站在每个星期六开张 让资源回收再利用 而当初在成立的同时也加入环保福利社的行列 这一晃就是十年的时间 而这个福利社除了规划环保标章商品展示区 以及成立环保商品团购站 也推绿色消费行为及宣导环保理念 金融里参加我们环保福利社已经应该有十年了 那一直都是在分售一些环保的商品 那今年我们参加了全民立生活的 这个立社采购的活动 我们得到了同志奖 那很高兴 那这个奖是由于我们的环保局 他们有来鼓吹说立社商品的一些可以做一个评比 所以我们金融也参加了 汐止区金融里在今年获得了 基优环保福利社同志奖 这张奖状就是刚从新北市政府领回来的 而环保福利社的商品都是生活用品 包括了洗衣粉 洗衣巾 洗碗巾等等 还有卫生纸 都是有环保标章的商品 这是全民绿生活其中一项 绿色消费的一环 另外还有就是节能节电 推广下来成效不错 包括家里用的冰箱 洗衣机 还有冷气机等等 都宣导使用有节能标章 我们今年也冷气机也换了节能了 那接下来冰箱也要想要换节能了 然后我们也参加了里长的那个绿能 节能的座谈会 十分感谢 这一次是透过我们新手的义工跟林长 请他们大家共同享应环保绿生活 所以请他们如果在家电 或者是电动脚踏车 或者你们采购的环保商品 都把你们的发票传到群组上来 那一开始是 因为今年我们就在我的团队上面来推广 那明年开始我们就会推广到社区 有社区 我里内有19栋的大楼 那我可能这一次就是会 签名大家来响应 那我们希望能够得到金子奖 现在志工林长间加强宣导 今年拿到童子奖 接下来将推广到各个社区 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绿生活 金龙力希望明年能够朝金子奖迈进 这场慧玲 西子 采访报道